大华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像大华呀 怎么手里还拿着包呀 大华 大华 你这是干嘛丢你啊 嫂子 我不想上学了 我想出去打工 大华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为什么不上学呀 嫂子 我考试没考好 我根本不是上学的料 你还是让我去打工吧 大华 你说什么呢 这上大学可是你的梦想 就算今年没考好 咱们再复读一年 明年接日考呀 嫂子 咱们家什么条件你也知道 我不想让你吃那么多苦 我还是出去打工 挣点钱 为家里减轻负担 大华 你说什么呢 嫂子一点都不苦 你要是真心为嫂子着想 你好好上大学 知道吗 嫂子 可事 别可事了 咱们赶紧回家 走 有人吗 张老师 是你啊 有什么事吗 大华他嫂子啊 我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大华考上大学了 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看大华这孩子吧 从小就聪明 在我们班啊 学期永远是第一名 是是是 我就说嘛 大华一定会有出息的 谢谢你啊张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我还有别的事 我先走了 张老师吃完饭再走呗 不用了不用了 那你慢点 好好 考上大学了 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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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去领证证书 领回来了吗 嫂子 我没考上 你别问了 行了大华 你就别骗嫂子了 刚才啊 你张老师都过来了 说你学一些成绩啊 是第一 你考上了名牌大学 嫂子 既然你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了 这考上又怎么样 考上我也不会去上的 这学费啊 真的要的太多了 你看咱家这条件 怎么出得起啊 大华 你说什么呢 我都跟你说了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有嫂子呢 再说了 你不去上这个大学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吗 这你哥走之前 千叮叮万嘴部 一定要你好好读书 好好上大学 嫂子 你就别说了 这个大学 我不会去上的 我要去打工 为你啊 减轻负担 李大华 我告诉你 这个大学 如果你不去上的话 你以后 这个家 你也别回了 我也没你这个弟弟 你也别回这个嫂子 嫂子 我 行了 大华 这你哥生前 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们家 能出一个大学生 大华 你就去上大学 好不好 你如果真的不去读了 那我百年以后 见到你哥 我怎么面对他 我怎么跟他说呀 大华 他们家 粗粗 盆盆都是冬民 你只有上了大学 才是你最好的出路 你学习这么好 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大华 小嫂子求你了好不好 你就去吧 行 嫂子 我听你的 这就对了吗 大华 嫂子 别送了 这前面就到车上了 行 大华 你路上小心点 到地方 给嫂子 来个信 行 嫂子 我到地方了 第一时间告诉你 行 你的行李拿好 大华 这些现金 你拿着 还有 这张卡里 是你的学费 下个月的生活费 我会按时 打到这张卡里的 行 嫂子 我知道了 还有 大华 你一个人在外面 花钱 不要太节约了 该买什么 就买吧 钱不够 再给嫂子说 嫂子 再给你打 行 嫂子 你在家 也好照顾自己 不要因为这个学费 而累坏了自己 行 我知道了 你要赶紧走吧 等会儿 该晚点了 知道了 嫂子 走吧 嫂子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好好学习 将来我有出息了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大华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点起来 嫂子 不求你什么报答 你只要好好学习 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嫂子 你放心 我会的 赶紧走吧 走吧 燕子 找地吗 春花婶 你怎么来了 燕子 上次你不跟我说 不想我找个活干吗 我找到了 真的 婶 那我什么时候 能去上班呀 燕子 这可是苦力活呀 怕你受不了 没关系 婶 我不怕吃苦的 什么苦我都能吃 燕子 你不是 还有一份 清洁工的活吗 再加上这个苦力活 那身体能受得了吗 没事 婶 我身体啊 好好地呢 没事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 能去上班就行了 那行吧 燕子 你如果想去的话 明天 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行 谢谢你了婶 行了 燕子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 慢点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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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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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走了 它 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在 我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华,刚才我和你嫂子还说说你呢,说说说的你回来了 我嫂子?婶儿,我嫂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大华,别提了。你在外边上学这几年,你嫂子吃了不少苦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吗? 你知道不知道,你嫂子一天打了三份工呀,为了你,年轻轻的,这心体都给略垮了,你要是有一点良心呀,你就应该报答报答你嫂子。 什么?什么?这我嫂子,为了我这么辛苦。婶儿,这我嫂子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你嫂子,在吞吞吞吞吞那个费地里边加瓶子呢? 行,婶儿,我现在就去。 嫂子,嫂子,你回来了。嫂子,嫂子,这么多年,你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是我对不起你啊。 大华,你说什么对不起啊?我是你嫂子,咱们是一家人。快起来,快起来。 嫂子,是我拖累了你,是我不好。 大华,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这些都是嫂子应该做的。 嫂子,我现在有出息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吃苦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跟我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公司,现在盈利也不错。 嫂子,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大华,我就说,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看到你有今天的成就,嫂子真的很为你高兴。 这你哥要是知道了,你这么有出息,一定会很开心的。 嫂子,我能有今天,全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 大华,你有今天,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嫂子,你现在就跟我去城里享福,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 行,大华,嫂子都听你的。 你啊,早点结婚,嫂子,好给你看孩子。 行,嫂子,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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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